三百二十六集 一大清早,天还没有亮,就听珍珠来报,说是成家莫名地晕倒了。 就算是郭老夫人这样经历过风浪的人,都不由地下了一大跳,忙道。 家丫头啊,出了这等的大事,你自然要去看一看。 又道,来丙的人啊,可还说了一些别的吗? 珍珠道,说是昨天晚上,用了晚膳就有一些不舒服了,早早地就睡了。 李家姑爷还以为四姑奶奶吹了冷风,寻思着请大夫来看一看。 一来是天色太晚,二来是四姑奶奶说自己不打紧,困得很,李家姑爷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谁知道早上醒过来,丫鬟刚端了杯茶过去,四姑奶奶闻着那一味儿就吐了起来了。 人还没有站直,直接就晕了过去。 李家姑爷呀,脸色发白,直呼着去请大夫,又派人去请四奶奶的乳娘,说是哪过小姐们的比旁人都要细心,知道得多一些。 郭老夫人点头,赞许的道。 家丫头的姑爷呀,倒是一个能细事的。 转念想到周少锦和城池闹到了三更天才卸下,此时去叫,只怕还有一番折腾。 忙对吕摸摸的,你快跟着过去,让四太太呀别急着起来。 他去呀,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李家姑爷那边又去请大夫去了,大夫啊,很快就会过来。 他坐在那里呀,反而不好。 等大夫过来,给丫头整过脉了,他再过去也不迟。 又倒。 谁去帮李家姑爷请的大夫,快拿了大老爷的鸣铁过去,最好啊,能去御医院请个大夫过来瞧一瞧。 珍珠应声而去,可在消息传到郭老夫人耳朵里的同时,也传到了周少锦这边。 周少锦轻得一身的冷汗,也顾不得身体的疲惫,一面迷迷糊糊地摸着内衣,一面对站在围帐外的春晚道。 春晚,你快过去看一看,毕竟不是在自己的家,李家姑爷行事啊,只怕没有在家里的便利。 你呀,就派一个人去跟管门门说一说,李家姑爷怎么吩咐,你们就怎么做,切不可有半点的怠慢。 行事要知道轻重,不要惊动了其他的贵客,弄得人心惶惶的,让大家都跟着担心。 春晚应诺匆匆下去传话。 周少锦轻这才觉得,刮骨间有大团大团的东西落了下来。 昨天晚上,诚实把自己搂在怀里,肆意妄为的情景,骤然之间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他面红耳赤,低了头,自己还寸丝未卓,不由的又是一阵的乃然。 忽然抓了一件衣裳,就披在了身上,转身去找分辨自己的内衣,却看见靠在床头的城池,赤裸的肩膀露出了白皙的皮肤和结实的胸膛,正饶有兴趣地望着他,目光清亮如水。 围杖里还弥漫着那暧昧的味道,他心中大忌,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憋过脸去,喃喃地道了一声。 嗣,嗣,嗣了? 城池一阵笑,伸手就把他搂在怀里,低头吻了吻他的头顶道。 嗣,我的小姑娘长大了,如今遇到突然的事都知道该怎样处置了。 肌肤相亲让他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的缠绵,朱少锦的脸火辣辣的,心不在焉的道。 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城池赞扬道。 很对,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应该这样办才是。 特别是不知道家丫头怎样了,最好别让家里的客人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样对家丫头比较好。 他的话音未落,外面传来伤嬷嬷的声音。 四爷四太太,四姑奶奶醒过来了,只是说不舒服,想要吐,怕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李家姑爷呀,正在那里查呢。 李静对城家的喜爱和尊重,前世周少锦就是知道的,并不觉得冒犯,叮嘱吉祥。 让客房服侍的,听李家姑爷的,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吉祥去传了话,周少锦忙从城池的怀里挣扎出来,道。 我得去看看才好的。 城池也跟着起身道。 我也去看看。 这是他们的家,家里的客人出了事,他们自然要出面安抚,解决。 周少锦陶也似地下了床,躲在屏风后面清理着自己。 半赏才穿着连衣领都扣得整整齐齐的中衣走了出来, 掀了围杖出去,喊了圆圆和满满进来,给自己梳头更衣。 正直思想,觉得掩耳盘般的周少锦,迷糊又不是聪慧,非常的可爱。 两个人一起去了程家那里,大夫还没有来,李静正急得在五郎下来回地走动。 见到他们,立刻就迎了上来,那么冷的天,她的额头上竟然冒出汗来,急急得倒。 多谢老夫人和池叔父,老夫人刚才让人送了金伯父的帖子过来,向总管已经帮着去请医院曹御医了。 我也让人去叫了附近的大夫,让池叔父和四婶婶担心了,您帮我去看看捉惊。 池叔父,我陪您去旁边的屋里喝杯热茶好了。 清明如礼静,遇到这样的事儿也有一些慌张起来。 长池对他却是印象大家,和他去了隔壁的厢房喝茶。 周绍锦则由丫鬟领着进了内室,因为昨天要看烟花,回去就有一些晚了。 他们没有回去,临时地住进了客房。 程家身边服侍的,除了翠桓和另外一个小丫鬟之外,其他都是程家在客房当值的丫鬟婆子。 周绍锦走进去的时候,蹲了一屋屋子,他也顾不上辨认谁是谁,直奔卧躺在床的程家。 坐在床边的警户上,就拉了程家的手连声地吻。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还好。 程家母样蔫蔫,面色有些发黄。 就是,就是觉得没有力气,想睡觉又睡不着。 周绍锦安抚程家。 没事的,已经差人了,拿了静大姥爷的名帖,去请御医了,等会儿大夫就会来的。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闭着眼睛纤纤一会儿吧。 程家有气无力地笑道。 早知道这样啊,就不去打趣你了。 这肯定是菩萨见我到处闯祸,故意教训我的。 周绍锦听了,又是难过,又是好笑道。 看你以后啊,还顽皮不顽皮了。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话,李静派人去请的大夫就过来了。 周绍锦回避到了屏风的后面。 那个大夫把了半天的脉笑着对紧张地站在一旁的李静道。 实惊实惊,奶奶这是喜脉啊。 啊,喜脉? 李静睁大了眼睛,半赏没有回过神来。 还是翠桓惊喜地向那大夫道谢,李静这才反应过来,语无伦次的道。 您不会看错了吧,怎么会是喜脉呢? 我这还在别人家做客呢,那我们赶紧回洛阳才是。 不是,得先去寄告祖先呢。 李大夫从来没有进来给成家的主人瞧过病,根本不知道李静是什么人。 此时见他掩饰不住的欢喜,一颗心这才放下心来,笑道。 您放心,我在这朝阳门附近行医也快二十年了,还从来不曾走过眼呢,何况这脉象很清楚。 他正说着相管师领了曹御医过来了。 那个大夫忙推到了室外,曹御医诊了脉,也说是喜脉。 哎,不过啊,太太月份还浅,这两三个月最好是小心养胎,不要乱动乱跑。 我开副方子,给他先吃着,吃完了,我再来给太太诊脉,看着换房子。 既然是宫里的御医,也说是喜脉,李静再无一丝的怀疑。 恭敬地请了曹御医去开药方,又给了先前那个大夫二十两银子的诊费。 把那高兴的嘴角都合不拢的大夫送走了,这才兴冲冲地去见了邓在隔壁厢房的城池。 周少锦也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成家红着眼眶拉了周少锦的手道。 你恰恰我,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怎么我刚说想要个孩子,就有了孩子呢? 说到这里,他哀悠一声坐了起来道。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前些日子去洪洛寺求子了, 爱许诺菩萨,若是能得偿所愿, 我愿意捐十斤的黄金,给菩萨镀金身的,我得去还愿了。 周少锦一把按住了成家的。 哎呀,你没有听见大夫说了一些什么吗? 你呀,月份尚浅,无意走动的, 你还是好生生地在床上歇着吧, 先让李静去给你还愿, 等你身子骨好了,再亲自去一趟红螺丝也不迟啊。 又道,你呀,可别这样一惊一乍的, 这样啊,最容易动红了。 成家果然是不敢再乱动了, 小心翼翼地躺了下去, 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对周少锦道, 你刚成亲,怎么也懂这些呢? 周少锦灵机一动道, 你就别问了, 我来京城里就是照顾姐姐坐月子的呀。 哦, 成家不再怀疑, 李静大步地走了进来, 笑容明晃晃地, 喜不自禁地冲着成家道。 阿家,辛苦你了, 你如今有了身孕。 一句话没有说完, 眼睛也有一些湿润了。 周少锦忙贴心地起身告辞, 留了他们夫妻两个说着提几话。 成家笑着扶了周少锦道, 虽然大清早地就被吵醒了, 可是听到这样的一招喜事, 那倒也是值得呀。 周少锦抿了嘴笑, 成池就听了他的耳边道, 真是让我羡慕。 这是什么意思, 他也想做父亲吗? 周少锦脸上飞起了一团红云, 瞪了成池一眼, 成池哈哈地笑。 不过是一盏茶的功夫, 成家怀孕的消息就传遍了。 郭老夫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只道是好事, 若是周少锦也能跟着沾沾光就好了, 让人赏了两只五十年的老身和燕窝, 银耳等不显义气的药材过去。 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去看成家, 成家没办法好好地休息。 李静给郭老夫人磕头道谢之后, 就去见了成池。 给府上添麻烦了, 我已经安排了软教, 用过午膳, 我们就回去了。 成池留他。 你也不用和我客气, 若是大夫觉得家丫头不易行走, 就让他在这里住些日子好了。 你把平时服侍他的丫鬟婆子, 送来照顾他就是了, 回你们住的地方, 又没有个长辈, 还不如我们这儿方便呢。 成池待人很少这样的热情, 诚心诚意地留了别人家里住。 可见成家有了身孕, 他也替李静高兴, 周绍锦若有所思。 李静却觉得住在这边不方便, 他又不是没有能力, 调了洛阳那边的有经验的嬷嬷和丫鬟过来照顾成家, 最终还是委婉地谢绝了。 周绍锦和成池小心翼翼地 送了李静和成家出门, 成家却瘪着嘴拉了周绍锦的手, 要他过几天就来看他。 要做母亲的人了, 玩心还这么重, 周绍锦是哭笑不得, 答应他过几天一定会去看他,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了较脸。 家里的客人都一轮开来,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猜测着周绍锦会不会也很快怀孕。 郭老夫人呵呵地笑, 向着儿子和儿媳妇这些天的亲密, 心里也期待起来。 可周绍锦的小日子, 却是隔天就来了。 郭老夫人不免有些失望, 就是周绍锦心里也有一些不舒服。 城池却是有意为之, 笑着刮着他的鼻子安慰他。 你啊, 年纪还小, 再等几年才好。 周绍锦羞红了脸, 说得好像只有他想要孩子似的, 所以这些天来才乖乖地任他行事, 让他摆个怎样的姿势, 就摆个怎样的姿势, 让他伸音就伸音, 明明是他喜欢的不得了。 他不由地嘟了嘴道, 要是娘以为我生不了孩子怎么办呢? 城池轻声地呵斥他, 又拧了拧他的鼻子道。 胡说八道, 大嫂进门好几年才得了小姐, 二嫂的子嗣也很难, 娘怎么会苛求你呢? 周绍锦这才觉得心中危定。 城池决定陪着他到花园里走一走, 散散心, 免得他胡思乱想, 自己给自己添堵。 其实他的话刚说出了口, 朗月却走进来, 低声地道, 四老爷, 石公公请您到酒馆里喝酒, 说是不见不散。 城池不由地皱眉, 这石宽找他做什么呢? 在他的印象里, 这些日子不管是东宫, 还是四皇子府邸, 都是清泰平安, 没有出什么事。 周绍锦还以为, 石宽那边出了什么大事, 忙到。 四爷, 您去忙您的去, 家里的人事啊, 有我呢? 再不济, 一有娘作卷, 不会有什么事的。 家里还有一些, 来参加他们婚礼的亲戚没有走。 城池点头, 低声地嘱咐了他几句, 不好玩了, 就去陪母亲打叶子牌。 换了一件衣装出了门, 周绍锦则往厅院去。 樊柳是想到昨天晚上, 周绍锦半夜的肚子疼, 他进去服侍的时候, 屋子里的寝紧。 四老爷毕竟是一个男人, 可经过的明眼人, 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之前, 他们在干什么。 他这样日日夜夜不知焰足, 他还以为周绍锦受了伤, 见只是来了小日子, 这才送了口气。 他不由地劝周绍锦, 四爷不在呀, 您难得清闲, 不如先睡一个回笼觉了, 再去服侍老夫人也不迟呀。 周绍锦耳朵红红, 樊柳是是过来人, 自然知道他和城池的事。 他不禁地低声地道, 我还好, 四爷不在家, 我还是去和娘做伴才好的, 免得他老人家孤单。 前世他一个人住在田庄的时候, 不管有多少的丫鬟婆子陪着, 还是觉得孤单。 婴儿每次姐姐来看他, 他都特别地高兴, 总是依依不舍地 把姐姐送出田庄才回去的。 就是笑道, 樊柳是不敢, 也不能说什么。 他只好一面指使着丫鬟, 帮着周绍锦梳妆打扮, 一面低声地叮嘱他。 那就中午早点回来, 用了膳休息一会儿, 您呢, 也要准备回门的事儿了。 因为周绍锦的娘家在保定府, 按理, 他若是回门, 得去保定, 就不像住在一个城里那么方便了。 家者马上又要过年, 所以约了婚后九日回门, 在娘家住五天就回来。 周绍锦从金陵到保定, 从保定到金陵, 又从渔树胡同到渔钱胡同, 被出行的事儿也有了些许的经验,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的慌张了。 出门该做些什么事儿, 心里也有一个章程, 并不担心到时候会出错。 婴儿笑道, 没事儿的, 我们不过是去住五天的, 那保定府又不是穷乡僻壤, 万一有什么东西没有带的, 到时候买就是了。 樊柳师见他, 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也不好多说, 吩咐春晚送周绍锦去了丁香院。 周绍锦就想起春晚的婚事来, 自己都成了亲, 最多两年, 春晚也该嫁了。 可惜城池的身边没有一个合适的, 看来这件事儿还得托付碧玉才好。 到了郭老夫人门前, 他正巧就碰到了碧玉。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听至cha俊主观的杯子。 请不吝点赞,